台北啤酒工廠是1919年由日本人集資創立興建 为台湾第一座啤酒厂 至今已经有97年的历史 厂区内拥有许多酿酒器材以及设备 深具啤酒产业文化保存的价值 因此台湾咽酒公司以啤酒博物馆的概念 希望能够持续活保存产业的重要资产 我想它代表了一些啤酒产业的发展和意义 非常的慎容 那么尤其在民国89人跟95人 分别被指定为古蹟跟历史建访 那指定之后我想站在台湾的立场 那么虽然被指定为古蹟跟历史建访 但站在文化资产保存的立场 我认为我们台湾有这个责任来 维护这样的一个古蹟 这样的一个历史建访 厂区内拥有全世界不超过十套的 同志堂化斧 室内开放式发酵槽 以及传统除酒槽等等的酿酒器材 主要建筑也被市府列为市定古蹟 包含生产线有关的机具 一并列入保存 以博物馆的方式开放民众参观体验 让这些资产能够以教育观光的方式呈现 我在这里就非常高兴来宣布这件事的 同时我想经过两多年来 两年多年来的真论不休 今天有个终于的开始 一 我们会赶快进行同志的再鉴定 是不是还有些需要再指定 二 我们是不是就同时也启动 因为一百年三年就递交给了 这些情况状态 那我也希望同志不要设定三年 我们就同步进行 是不是希望在一年之内 把这个地区就开始怎么样如何的 这个结构性往再发展 为了促使台北啤酒工厂 厂区价值极大化 台湾燕酒公司积极推展土地开发案 未来部分园区将会变成啤酒公园 产业专用区之外 并且将古蹟持续以活保存的方式 财富和十多元化的购物展演机能 提升啤酒产业文化以及消费层次 记者沃军采访报道 中佳有心电视 熊精菜